夏雅云的姑姑嫁进了孟家 我听说她姑姑似乎想要撮合夏雅云和孟吉芳 而孟吉芳知道你们的赌约 我听说孟吉芳在夏家放了狠话 孟吉芳这个人可是个魂不吝 想一出是一出的 她说让她娶夏雅云可以 除非夏雅云可以赢了你 为什么要拿我做法子 这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夏雅云最近处处与你作对 孟吉芳故意想要看热闹吧 比就比 本就是约定好的 他们的婚姻大事我不掺和 随他们意 不一样 我自然是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不过孟吉芳拿出了一万个银豆子 向书院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要求你们俩单独比试 比的是做善事 但不只是拿出五百个银豆子善款这么简单 还有别的附加条件 一万个银豆子 那孟吉芳竟然如此富有吗 一万个银豆子自然不是她赚的 孟吉芳这个人一向不学无术 很少会主动赚银豆子的 她用的银豆子大多是别人送的 要么就是打赌营来的 她只需要对外说自个儿缺银豆子用了 她身后那些小弟自然便会将银豆子放上了 京城这边常有外地灾民前来避难 她的意思是 要你们去城外各自救助五十个灾民 要使得这五十个灾民对你们感恩戴德 而且还要按照书院的规矩来 也就是说 只能使用银豆子 不能倚仗家中权势和家财 另外 救助时间是在年关之前 也就只剩下一个多月 等到了年关 书院这边请五十个灾民匿名 做出点评 每个人最多 可以评出五颗星 得星数多的获胜 谢乔 你要是想拒绝应该也可以的 五千个银豆子呢 当然要赚了 谢乔 你我公正的比一场 比是可以比的 只不过夏姑娘 你我本无仇怨 语书金这副恶毒而执着的模样 为的是什么 你心里还能想得明白 哼 废话不用多说 若是我这次输给你 我就回家去 永不踏进这书院一步就是了 不过 我夏雅云不会再输给你 救助灾民 就只凭借你这可怜兮兮的模样 怕是不成的 我听人家说 夏雅云每日都要去城门口一趟 每次都会带着许多好吃的 还有灰凤堂的点心呢 我还偷偷去甲乙比丽娜 二十个院子转了一圈 也听说 有许多人家 银豆子卖给了她 送点心啊 大姐 我们也去挑这样的人 怎么样 谁说我们是要去挑人了 我们今天 是要去揍人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